功德等同于佛 这个我后面会解释 因为我现在是讲经文 A 如见功德圣地 B 又见福德之具 C 像珍宝之积聚 D 他能够施愿 就观世音菩萨的 摩尼宝珠满你的愿 E 就见到你一切的法障 F 就像救世者一样 他可以解决你生命生老病死的困难 善男子比见其法师的时候 不可以生起轻慢跟怀疑的心 请把这两个画起来 我们为什么会找不到好老师呢 因为你常常怀疑 你总觉得呢 他不是真的 还有你看到的 跟你想象的 是有距离的 所以你有怀疑 你常常怀疑 甚至上师叫你去做的时候 你也怀疑 师父啊 变偏心啊 我就不要照他这样做 然后第二个 不断地排斥 写下来 上师叫你向右 你就故意向左 就像你叫小孩一样 儿子啊 今天早点回来 我就是要晚一点回来 妈咪怎么样 你看 人都有叛逆的个性 同样 我们也会发生 再去求法上师 所以不要有轻慢跟疑虑之心 为什么 善男子 恐怕你有疑慢 轻慢跟疑虑之心啊 你会恐退心 你会以外向而退失你的道心 如啊 不知道 他是正入菩萨之地啊 你反而受轮回之苦 彼之法师 戒行犯缺 就是是破戒的 而且呢 他有妻子 哎呀 这很像日本和尚啊 大小便利呢 很肮脏 而且还碰到袈裟 无有威仪啊 翻过来 二十除盖障菩萨说 如佛赤教赤 我会记得佛的叮咛 他是大菩萨的化身 请问 你第一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啊 他没有打错 我跟你讲 多年前 十年前 十五年前 我第一次读六字大明就的时候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感动的 哭了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众生找不到老师 就是刚强难化 傲慢心 动不动就要跟师父辩 第二个 动不动就怀疑 动不动就是排斥 那请问 那你为什么要找这个老师呢 所以为什么 藏传佛教 要有金刚称 叫教法的持有者 请看 混蛋片 马尔巴大医师 传给密勒日巴 密勒日巴教了很多人 有日穹巴跟钢波巴 最后钢波巴变成四大八小 一直到现代的历代大宝法王 到现在的法王 他的教法都是没有中断的 叫做unblocked lineage 这是藏传佛教 他出胜的地方 大宝里面 我们有些传承中断的 因为教法 若没有中断的话 他才能保持他的亲近 若中断的话 那就会产生 如是道 乱乱混淆不清的这些错误 相似佛法 所以为什么很多众生 会被外道骗 第二个就是 遇到 请看这一段 彼之法师 犯刑 戒刑缺犯 而有妻子 当然 我既然讲到这段经文 就专心听 我将来还会解释这一段 第一 从出家众来讲 是应该严守戒定慧 要清修犯恨 是不可以的 像日本是很不客气的 是因为经过明治天皇以后 天皇下令 第一次世界大战 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日本的南中都死光了 对不对 所以他只好下令出家人还俗 回去做社会生产 就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一样的劫难 所以不得已 现在的日本出家人 是因为政治的破坏 跟时代的变迁 所以他只好结婚生子 可是你就不能说他没有修行 我再念一遍 观音菩萨 因以居士生得度者 既献居士生而未说法 为什么 答案写在旁边 你写 妄想分别与执着 因为你分别 你排斥 注意听 当然以出家众的角度来讲 你还是要持戒律 死都不要还属 你要坚持戒法 因为戒的功德很大 但这一段是告诉你 去求法的时候 你不能只是看他的外相 现在大家去求上师是看什么 这个很庄严 那个有神通 他信众很多 你根本不是看他的见地 是不是讲的是佛经 对不对 可是这位破戒比丘 他却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是正知正见的 了解吗 这个是只要对峙你心中的 分别与排斥 好 我讲到这一段 好 翻回来经文 看蜜勒日巴 所以我们常常看 我们常常说我们求法 我找不到好老师 请问 你认为你自己找不到 马尔巴大医师 请问 你自己是被磨炼 蜜勒日巴的根性吗 现在的弟子 不能讲太多真话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上一段时间我教了很多学生 学生也像流水一样 现在的学生呢 第一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写下来 先斩后奏 师父我告诉你 我决定了 那我说你决定来找我干什么 因为某些理由 因为我要跟你请假 因为我要出国 那我说你讲这些不是废话 因为你已经决定了 Life is on your hand I respect 现在的人 碰到困难都不会先去 先请教长者 或是有智慧的人 同样的你师徒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先讲自己 当然现在的上师也有很多问题 因为现在的上师都是 International Airplane 这个先不用说 因为这是讲古代 你去找一个老师 你第一个是做什么 一个你都自以为是 自作决定 第二个就是擅作主张 就好像老师 你去看医生一样 我觉得有时候我的学生 或者朋友来 师父我请你开示 我给他苦口婆心讲了五个建议 他就只挑两个他喜欢的 其他三个当作没听到 这叫什么 写下来 我值兼顾 你读中论 你读波罗经 我值在哪里 现在师父给你五个建议 你只挑两个你喜欢的 你三个就当作没听到 当然假如另外三个 你不同意的话 你应该问 老师我做不到 我有困难 就像你去看医生 对不对 医生给你开药 你不能回去说 普拿藤一天吃六颗 算了 那个医生 我吃两颗就好 我吃两颗就好 那你干嘛去看那个医生 所以第二个 就是什么 擅作主张 第三个 现在的学生呢 跟老师相处呢 最多 什么 表里不如一 为什么 都是做给师父看的 当然呢 作为师父跟好老师 也是会鼓励你 你不要说你们 商业精神 所以你有时候觉得 师父虽然很年轻 不然我很老了 其实我看过很多人 你真心假心 我可以知道的 我要不知道的话 我怎么去做法师呢 我要不知道的话 我怎么做老师去教你呢 对不对 比如说 像我们商业精神也有 一听到师父要出国 师父 你法缘殊胜 法体安康 法物兴隆 第二天他也不见了 然后等到呢 师父快回国了 我的calendar写了 大概12月中回国 他打来 师父回来 师父前一天回来 他就出现了 拜大悲惨 师父你好辛苦 我想最假了 我只是没有戳破他的脸 为什么 因为起码他在轮海的当中 他不会想去给浪 还会想来拜大悲惨 不错了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人为什么找不到 真的师父 其实你应该先反省 你的心 我再讲一遍 刚才我讲了三个什么 第一什么 你们都没听啊 第一个什么 先展后奏 所以学会什么东西 多跟请人请教 古人讲 欲知山前路 虚问过来人 你要去法国巴黎的话 你不是要请教 Travel Agency吗 你要问过你的朋友 去了法国巴黎 有没有要注意一些什么 你看在世间都如此 何况你要拜一个师父 做你的老师 你拜一个金刚称的上师 他要救你的法身会病 你怎么什么东西都不请教你的老师呢 第二个 一个先展后奏 第二个什么 自作主张 对不对 就是上师呢 给你开始五个 结果你只是挑两个你喜欢的 三个你耽误不听啊 所以你的我职很坚固 第三个是什么 表里不一 好 注意听 表里不一请继续写 金刚称 真诚跟自然是最重要的 在大圆满跟大手印的这个 开示里面 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开悟 越真诚越自然的人 就一听 越真诚跟越自然 并不代表没有礼貌 看一下 米勒日巴 米勒日巴对他的师父就讲 我用咒术杀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对不对 我的姑姑呢 跟婶婶跟叔叔啊 都欺赞我们的家庭 占领了我们的家 我现在流浪来了 上师 所以他在他的师父面前 他不用包装自己 他也有贪嗔痴 然后他师父还问他 你恨吗 他说我非常恨 我甚至想把我的族人 全部给杀光 可是那只是 我当时的鱼笑 鱼吃的孝顺 因为我满妈妈的愿 后来米勒日巴 回到家乡的时候 很不幸 他师父给他唱正道歌的说 说你看不到妈妈了 因为你的妈妈 已经离开人间了 他放声大哭 那他为什么当时 让他妈妈很高兴 可是他卸下咒术 杀了很多人 答案他还有良心 他有佛性 所以他在他的老师面前 不用包装自己 所以你要遇到好的老师 真诚 自然 你才会比较容易开悟 这是我真心跟你讲 你不用在上师面前 包装自己 你也不用在 新红师面前包装自己 其实你有没有念 普贤行愿品 我瞄一眼你都知道 因为你真的有念 你的身口意会改变的 举一个例子 你现在去读英文课 新加坡有英文 比如说 A级英文 B级新英文 C级英文 假如高级英文是C级的 请问 为什么一个英文老师 他知道你 因为他有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he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请写下来 专业知识 跟专业经验 一个老师 从你讲的英文里面 你用的Vocabulary 跟呢 Grandma 他就知道你是英文是 Level A Level B Level C 为什么 因为他是英文老师嘛 他知道你的词汇 你的文法 还有你写出来文章 是什么Level 同样的 以此类推 伟大的 大乘的善知识 像中国古来的禅宗 六祖慧能大师 为什么坐下 会有开悟43个人 因为他自己 本身是开悟的人 了解吗 第二个 金刚称的老师 他有专业的知识 专业的经验 甚至他对教法很通达 他对慈悲心 菩提心 真正在内心去实践过 所以他讲的话 可以感动人 举一个例子 我公开 新加坡有很多很多 伟大的上师来 指贡嘎举的 嘎千仁伯切 也是很了不起的上师 宏教的贝诺法王 也是很了不起的上师 他已经往生了 对不对 新加坡还是有很多的上师来 但是问题是什么 你们是到处跑 到处抓 还有到处比 接下来再延伸一个问题 希望各位 一个问题 不要问两个跟三个以上的老师 我发现你们很喜欢这样 问一个仁波切的 仁波切 请你开示 我家里有名字众生 干扰 接下来问题 千里迢迢 又跑到印度 去问大宝法王 然后问完了以后 又要跑来问 新红师 请问你有没有什么开示 我说你都问过了 你干嘛来问一次呢 答案是呢 你只是show off show up or show off whatever 你只是炫耀自己 还有 你喜欢测试老师 其实你对任何老师 都没有真正的信愿型 因为这些以上 杂染的因 所以导致你多生多节 找不到好老师 所以我再讲一个做总结 我还要讲下面英文 你希望自己找到 伟大的马尔巴大一上师 请问你是不是 被磨炼 弥勒日霸的根性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经文 今二 经历成岔 求法甚难 而时 佛告除盖障菩萨言 善男子 我念过去世 为此六字大名咒 陀罗尼 我念过去世的这个 我是指释迦摩尼佛 待会有好几个人会出现 请各位先做个记号 佛告除盖障菩萨 善男子 我念过去世 我释迦摩尼佛在阴地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 我也曾经为了学六字大名咒 这个法门 遍力如围尘树世界 恒河沙树的诸佛 我供养过无数百千万巨之 那余多的如来 我对很多的如来 也都很尊重的供养 恭敬礼拜 可是 我却也不得到这殊胜的教法 也从来没有闻到这个六字大名咒 修持的遗鬼 不得是指没有听到 没有信愿行 没有福德因缘 义不闻 这里是不闻 是指没有闻到六字大名咒 修持的遗鬼 藏传佛教他修持有 他修持的遗鬼 接下来 时事有佛 当时有一尊佛 叫宝尚如来 有一尊佛出世 应供正片之 明行足 善事事间解 无上事条育丈夫 天人是佛 世尊 释迦牟尼佛说 我过去世 在出世的时候 在行菩萨道中 那时候有一个佛出世了 叫宝尚如来 我曾经到这尊宝尚如来 面前佛前 放声大哭过 替泪悲泣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想学这个法 可是却求不到 我很想学这个遗鬼 却没有人懂 可以教我 这时候宝尚如来 对着我安慰我说 善男子 你辱去 你不要哭泣 我告诉你 有一个人 他知道 六支大明舟的教法 善男子 你往有一个地方去 会看到 叫做 莲花上如来 请看幻灯片 是不是有标出来 现在开始有很多 佛菩萨已经开始出现了 就像唱潮州剧一样 ABCD的主角出现了 请你做记号 不然你会搞不清楚 哪一尊佛 有些是讲到过去生 待会儿呢 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也会出现的 你啊 就保上如来 对着英帝的释迦摩尼佛 菩萨道说 你不要难过 你去见一个叫 莲花上如来 应正等觉 你到那个地方啊 那尊佛 他知道六支大明舟 陀罗尼的教法 以及他也会教你 所以 保上如来 是指有佛出事 那英帝释迦摩尼佛 行菩萨道 也为求这法 经历千辛万苦 那 见莲花上如来 是指 保上如来 推荐善之事 缘有身跟浅 你可以看到 佛跟佛之间 不会嫉妒 他不会说 你不用去了 来 你做我弟子吧 现在很多法师 都是这样的 你不要去那里 而且讲那个 法师的坏话 然后呢 你来跟我学 写下来 佛没有控制人的思想 佛是无我的 佛是真正好的老师 他觉得你在哪里开悟 他就会见你去 所以你跟上师之间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伟大的善知识 以大乘来讲 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法师讲经 每一个人缘 有深浅不同 有人在六支会 能大师坐下 会开悟 有人呢 就不一定 又讲到缘深浅 我又多说几句 再讲弥勒日巴 弥勒日巴真的很了不起 对不起 好 再讲一次 弥勒日巴 弥勒日巴祖师 他还没有见到 马尔巴大义士之前 这是弥勒日巴 看 他也曾经遇到了一个 宏教大圆满的上师 结果他教他大圆满 注意听 宏教大圆满 无修也无证 这讲的是 般若经经文 真正的证悟是 无修也无证 结果弥勒日巴 他理解错了 既然无修也无证 那就不用修了 所以他每天躺在那里睡觉 现在很多人喜欢般若经 无就解释为什么都没有 就他躺在那里睡觉 有一天宏教大圆满上去 就问他说 儿啊 西藏人都会叫自己的孩子 叫儿啊 你在干嘛呢 他说师父 我在休息啊 他说你怎么不用功呢 叫我教你做了功课 他说你不是说 无上大圆满 是无修也无证吗 那时候师父哈哈大笑 他说哎呀 你不会在我这里开悟的 你走吧 他本身是一个 宏教大圆满上师 开悟的人 他教密了日巴教法 上师是开悟的 可是因为弟子的 福的因缘不够 把他误解了 无修无证 就不修也不证 就每天睡大觉 然后这时候 大圆满上师跟他说 你不会在我座下开悟的 你跟我的缘很浅 你往前走吧 我准备你的道粮 西藏号求法 是要准备道粮的 脏巴或是乳酪啊 或是带食物 我准备道粮 你往前走 在山的对面 有一个白教的 伟大的马尔巴大医师 他是你的老师 你跟他学佛法吧 他一听到 马尔巴大医师的时候 他整个身心 毛骨震动悚然 他说你的缘 开悟在那里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 是告诉你 大圣有很多 正知正见的三知识 但是也要讲 你跟他有缘 同样的金刚圣也是如此 红白黄花 都有很多伟大的老师 可是你若跟他 没有缘的话呢 你也不会在他 做下开悟 所以你必须要去 找有缘的老师 你可能刚开始呢 就会像菩提刀 字体广论一样 学经论 然后呢 花个两三年时间找 注意 如果三年以上 你都找不到 那你就停吧 表示你还在乱乱找 念三千遍 普贤行愿品 一百万遍 六字大名咒 我本来要加 多加一个零的 一千万遍 你真心念 一百万遍 六字大名咒 求观顺音菩萨 知道吗 我现在讲 我当时从 进驻金刚圣 我先从大圣 学净土宗跟华言 当我要有金刚圣的时候 我也常常听你 说西藏的喇嘛 都骗人的啦 还有双身法 财色名识 就把你吓死了 我想我这一个比丘 若是碰到一个乱买的话 那我也长得很帅呀 我也会怕到坏的事情啊 走错路的话 不但是你生命都毁了 求法的生命呢 不就被毁了吗 那时候我有一天 我念这个 普贤行愿品 跟五量寿经的时候 我念完 阿弥陀佛跟观顺音菩萨的 我突然动了一个念头 我为什么不相信佛呢 我什么都无法判断 但是我相信阿弥陀佛 我相信观顺音菩萨吧 所以当时我并没有灌顶 我就开始拿念头 开始念 我念了三十万遍 我拜观顺音菩萨 让我找到多生多节 跟我有缘 而且是清净传承 而且是界定会具足的上师 结果呢 我这样念念念念了十万遍以后 我第一位念到的就是新加坡 那时候也来新加坡 也来台湾 贝诺法王 就是我的老师 红教的 后来呢 我念了二十万遍 对不对 就有做梦 我梦过四壁观音 也梦过普贤菩萨 我还梦过前世的卡路仁波切 我现在可以讲 因为我讲经文 这些是我真实的经验 到了我念三十万遍的呢 我就真正的梦到了 干嘛吧 在我梦中出现了 而且我们遇到了呢 在台湾的 共格阿尼 共格老人 以及 现在转世的 共格活佛 所以我遇到的 都是很多好的老师 我从来没有去遇到什么 卢圣燕 青海无上师 也是奇迪怪怪的 路人甲 路人乙 路人戏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要正 写下来 你会遇到不正的老师 表示你的心是杂染 是染污的 你要先忏悔 你想想看 你现在是个大悲观世音菩萨 看师父后面法座 大悲观世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 坐在法座里 所有一切众生的念头 他都通达 你真心要求法 他不会放光照着你吗 一定的 但是你的心 要很真诚 要纯净 而且要有出离心 跟菩提心 跟大悲心 了解吗 我一辈子都没有遇到 不好的老师 后来我知道一个原因 告诉你 告诉各位一个小秘密 我从小到大 都遇到全校最好的老师教我 小学 我遇到好老师教我 到了国中 我上国文的时候 我遇到国文老师最好教我 数学 理化 都是最好的老师 英文也是最好的老师 一直到我师专 也都遇到全校最好的老师教我 后来我才知道 我过去是 生生世世 很多是 都是法师 我生生世世 都像现在这样 不疲不愿地去教化众生 所以当我投胎而来了的时候 我走到哪里 都遇到全校最好的老师来教我 答案你要去中那个因 知道吗 不要一直去批评 为什么人家有好老师 我没有好老师 因为人家愿意修 You are busy and lazy 很不愿意修 所以你就遇不到好老师 这是我真心话 接下来再看下面的经文 丁三 位力有情 圆满求法 善男子 我当词里 宝上如来所 要去莲花上如来的佛国土 释迦牟尼佛那时候就听老师的话 然后去见道乙 先第一个顶礼佛足 所以你看我们佛弟子 见到佛像 为什么现在礼佛三拜 顶礼 然后又说 又绕几三渣或七渣 合掌在前 然后他就对着 把莲花上如来说 为愿世尊 请你教我六字大名 陀罗尼 比真言王 比真言王 请写在旁边 就是六字大名咒称为万咒之王 就是这个经文 他是一切 般若波罗蜜大悲心的根本 一切本母 一切教法的根本的 就像母亲一般 意念此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跟他六字大名咒的功德 所有的污垢 跟障碍都会消除 会快速震到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位于此故 这里的此 就是指 无上佛法 我为了这个真正清净的教法 我经过百千万劫 都呢 克服了 百千万劫的困难 我现在虽然身体上 觉得很疲惫 很困惑 但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往到 很多无量的世界 见过无量的佛 我都学不到这个教法 所以我今天 听我的老师建议 而转过来 回来此处 就转过来 到您这里来求法 你可以看到以前的人 求法是非常非常的恭敬的 好 那接下来再看 一百七十五页 第四行 丁四 较量六字 陀罗尼功德 分十二段 注意听 你看起来会觉得 这一段好像出现过 没错 在各位有讲义 在前面这一本吧 在第九十五页 你写 跟一百零三页 观世音菩萨 在读阿修罗众的时候 在第九十五页的时候 有讲 陀罗尼经的功德 在一百零三页的时候呢 观世音菩萨 又重新讲了 念六字大名之后 有很多功德 九十五页跟一百零三页 在上一本讲义 请你回去复习 好 请看 六字大名陀罗尼功德 分十二段 看经文 事实莲花上如来 先说 修这个教法 有什么功德 为什么 因为希望众生 升起欢喜心 你愿意学习 比如说 我们都有很多病痛 有很多所求不如愿 八苦交间 你总想找到改变的方法 就像下午 有很多联友来见师父 总是希望师父 给他一些建议 我当然也会给你 这一些建议 但是我也会跟你讲 有些经论 它是很多的功德 是可以改变你的恶业 可以改变你的病痛 让你的心 能够更宁静 所以你要相信 佛法身的功德 这里讲 法的功德 请看 物一 胜过无数的围城 善男子 所有的围城 我若能数他的数量 善男子 我都可以数得出来 莲花上如来 围城就是空气中 这些像灰尘 围城 善男子 若有众生 念此六字大明咒 一遍 这里的一遍 请画个记号 要有信愿行 才会算 你要很真心念 不是嘴巴 六字大明咒 有口无心 这样子 散乱念 那他念一遍 所获的功德 是胜过前面 微层数的数量 所以我是可以数出 微层数的数量 可是现在若有众生 念一遍 这样真心念的话 是胜过围城数的数量 而且我是算不出 他的数量的 第二个请看 五二胜过无量的砂数 善男子 又如大海 所有的砂数 我能够数他一一的数量 各位在圣陶砂 有时候你去散步的时候 你看看海边有很多的砂 如果各位去印度 恒河的砂细如像面粉一般 所以佛陀常常呢 在印度讲经说法 数如三千大千世界 恒河砂数 细得像面粉一般 对不对 代表数量很多 这是古印度数学的算法 他说呢 莲花上如来说 所有大海里的砂数 我可以一一的数量 都数得出来 善男子 若有人具有信愿型 真心念一遍 六字大明咒的功德 我是呢 算不出他的数量的 讲道理 我先讲两段 那你会说 师父讲得很精彩 真的吗 不要怀疑 请看 我现在用图片解释给你听 先看 各位 对不起 各位有些可能 在座我先问一问 会游泳的请举手 手放一下 曾经会玩这种滑浪版的请举手 比较少 因为大家老骨头都滑不太动了 年轻人可能会比较喜欢 我举这例子 注意听 先专心听 有时候抽象到法医 我喜欢用图片跟你介绍 再回来讲法医 你会体会深一点 比方说 你看 滑浪版 这是毕与语成说 我们在生死夜海当中 你怎么自我控制 我们的夜啊 地藏经讲 各位不是都送过很多地藏经吗 这段经文应该很熟 夜里像大海浪一样 你看你去圣陶沙 旁边夕阳西下 情人节 好romantic 我结婚 新婚夫妇也很开心 女朋友男朋友也很开心 我结婚了五十年 看气味 看气味 你看这样一走 好romantic 对不对 你久久没跟你的老公 跟老婆去散步了 对不对 可是注意听 当台风来的时候 像台湾 海浪来的时候 是很可怕的 你可能拿一个竹竿 去挡海浪吗 不可能 各位若去看过 Titanic这个电影 这个呢 海浪来的时候 连铁达尼号 这么大的铁啊 都可以沉到大海里 可见我们的夜啊 就像大海的海浪 所以标题来讲 你应该学佛法 在生死夜海当中 你要先学 怎么自我控制 所以你必须仰仗 佛力与法力 当然你也要自立 比如说像看这张图片 他要自己去上滑浪版 听说他也要上课 你怎么练习 就像我们游泳一样 游泳的人游过的人都知道 你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 一定会呛到水 师傅也会游泳 对不对 我刚开始游挖室的时候 也是吃了很多水 我讲大殿这样子左右两边 我也可以连续留十趟啊 不要换气啊 你必须练习 可是我们在生死大海当中 假如你不学佛法 你当然你就会在生死大海 业力现前 病痛现前 业障现前的时候 你就会很苦 再看这个 对不对 他学冲浪榜就学得非常好啊 这还是呢 普通的海浪 中等的海浪 再看 这个是大的海浪来了 还有一个漩涡来了 对不对 我们也也看不到 但业现前的时候是很可怕的 再看下面 更狂风暴雨的 最大海浪 你看这个人还是超越了 我为什么要用这三章 就是告诉你 我昨天讲 南传 北传 藏传 南传 北传 藏传 它的教法有深浅 众生的根性不一样 但是它的考验也不一样 你若不学佛法 不学界定会 你在这生死的海浪当中 是会被淹没了 那万一海浪来的时候 掉下去怎么办 爬起来啊 继续在游啊 所以你不要放弃啊 所以你应该学到 在生死海浪当中 怎么样找到平衡点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以下讲的十二段的经文 为什么讲六指大明就功德很大 写下来 福利 法利 自利 因为你自利呢 很脆弱了 有时候你呢 身心也会很累 不瞒各位说 师父出家 今年第24年了 对不对 我自己啊 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我是标准狮子做的 可是啊 当我长大了 来在社会呢 工作啊 当小学老师 然后呢 开始工作 跟人相处的时候 其实啊 我是很悲观的 为什么 我看到人心啊 都是非常的负面 明真 暗斗 勾心 斗角 真名 独立 佛门外如此 佛门内也是如此 我上上次吧 讲经 曾经讲过 我在家去世的时候 看到六祖会能大师的传记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我看啊 台湾第一次演六祖大能会师 六祖大师会能传 我是师专一年级的学生 对不对 对不起 师专四年级 十五加四 我十九岁 我跟我的同学去看 看完以后 我放声大哭 看到呢 六祖啊 被五祖旁边人啊 为了夺一波啊 出家人 可以追杀人啊 知道吗 人性就是如此 可是 因为我自己很乐观 我看到众生很悲观 所以我就鼓励我自己 别人不做 我做 做就会产生力量 对不对 我学佛不敢说很好 就从在家居士 我二十岁学佛 现在师父今年四十八岁 我二十八年都很认真的 每个月在读经 修持 尽心尽力做 对不对 你不要放弃 你不要太在乎人家怎么讲 有时候我觉得佛教徒 你找不到自己生命的平衡点 所以 你要鼓励自己 三宝的力量 所以摩赫波尔波罗密经 释迦摩尼佛 曾经对尸体怀疑说 教师家 你看三千大千世界的 南瞻部州的众生 有几个人真的对 所以佛法生戒 似不坏性呢 答案是 佛陀说 少之又少 以现代英文来讲 都是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and lost in the ocean 所以 菩萨道当中 会遇到困难 要鼓励自己 要鼓励言有 良师亦有 好环境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再看 悟三 胜过无数的芝麻 请看经文 善男子 又如天人 照例仓饼 仓饼就是 仓饼 就是像那个仓库 周围有一千玉善纳 高有一百玉善纳 积聚很多的芝麻 充满其中 而且连针孔呢 都没有细缝 也不能露出来 这个玉善纳 我这里就不要解释 这是印度古代的 数学的 这所谓的容量计算 各位有兴趣 可以上网查 Google 比守护者 有一个人 不老也不死 经过了一百节 然后呢 投一粒芝麻 在外 如是仓库内呢 他一直丢 一直丢 丢呢 丢到呢 完全丢完的时候呢 要经过一百节 有不死不老的 一个人这样丢 那要把所有一个仓库 里面的芝麻丢完了 那当然是要 很长很长的时间 佛陀说 我都可以算出 他的数量 可是善男子 若有一个人呢 念六字大明咒 功德呢 所获的功德 是我是算不出 他无量 无边的功德的 请看第四段 胜过无数的 古力 古力 善男子 又如四大不周 种植着种种各种 麦子古类的龙王 下大雨 润则这个大力 以时间来所收割 种植的植物 都成熟了 收割聚毕 收割聚毕 后面那个插在一个刀 那是念割 割道子的割 收割聚毕 然后以南瞻部州 这么大 作为道场 用特别的车圣 车圣就是交通工具 把它搬运 而且置鉴聚毕 然后聚集到大都会里面 就把它三千 南瞻部州 所有所种的麦子 稻子 古 全部收成 把它聚集在一个大都市里面 善男子 我都能够算出 它一粒一粒一粒的鼓里 有多少啊 可是善男子 若有一个人 具有信愿心 念六字大明咒的话 而他的功德 我却算不出来 比这个鼓的数量还大 好 这里我讲一个故事 我还是想讲 因为我找不到图片 那以前呢 有一只老鼠 看到一个米缸 这样子 因为它太饿了 它就跳进去 哎呀 太好了 我终于找到米缸了 这个太好吃的 池上米 它就一直吃 刚开始吃的时候呢 因为米缸 它是满满的 知道吗 它在上面 它吃完 它可以跳出来 第二天呢 它又肚子饿了 找不到食物 然后跑来 又来 跳进去 又吃 然后又跳出来 到了第三天 结果一直吃 因为它太贪心了 因为它每天都吃嘛 吃吃 吃吃到第七天的时候 哎呀 糟糕了嘛 圆圆地跳不出来了 然后它就死在里面了 我突然在准备 这段经文的时候 师傅想到这个故事 意思呢 写下来 人啊 不要贪得无厌 人要知足 你看 这个米缸 老鼠啊 它跳上去 当然很高兴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吃 吃完因为它吃得很少 它还有机会跳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吃吃吃 第二天 它来 米缸嘛 米缸里面是没有楼梯的嘛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吃吃完 它也可以跳出来 可是当它吃完一个礼拜 它忽略了 它跳下去了 一吃啊 非常饱 圆圆了 但跳不出来了 所以它就在里面死了 这个说明什么 我们众生的欲望 无有穷尽 我们人要的很多 其实真正需要的并不多 但是我们若人把这些生命都花在这里 而不去学佛法的话 那你最后就会像这个老鼠一样 得到你要的 但是你也死在米缸里了 这是很有趣的故事 回去想一想 请看第五 胜过无数的水滴 善男子 此南瞻不周 有很多大的河流 昼夜都流到大海 下面呢 对不起 它念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希望我将来能够做注解 去查 这是指印度很多很多大小的河流 有些从喜马拉雅山流 有些从北边流 有些从南边流 所以它就讲了很多河流 所谓戴多河 迷奈河等等的河流 一直到迦 迦勒 污那 里河 这些河流 每一个河流 有五百千的分支 眷属小河 昼夜都流到大海 就像中国的长江跟黄河 这样大家可能会比较好理解一点 那这流到大海里面 这个善男子啊 这个我是佛 的大海 流到大海里的数量啊 我一滴一滴都能够数啊 可是善男子若有 六字大明咒呢 众生用信愿形 所念过一遍的功德 我是不能数出它数量是无量无边的 换句话说 它的数量是比大海河流的这个水滴数呢 还是更多的 接下来给各位看几张照片 今天我准备的 就是慈悲不是只有嘴巴讲 我刚才讲 信愿形要是实践的力量 同样的你修六字大明咒 除了你要有大悲心 心量要广大之外 你要开始从你周遭 对人 对一切的众生 然后去关心他 去鼓励他 而不要用语言去伤害别人 更不要去做伤害别人生命的事 接下来给你看几张图片 是我从上网下载的 注意听 这些都不是合成的 是真实的 全世界有很多摄影得奖的网站 还有些网络上Google 我都是真的下载的 这些都不是合成的 都是自然拍摄 意思是说 我们人常常忽略了 我们跟大自然之间的互动 所以佛讲 一切的众生不是只有人 可是这些人对新加坡 年有来会有点难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 经过规划 而且建设很好的国家 你很少看到这样的 大象 你在哪里看的大象 动物园的大象而已 而且不可能这样给你喷水 对不对 所以对你而言 可能会有点距离 不过没关系 你尝试着去理解 你看这印度的大象 这是它的座起 它家里的所谓的宠物 它为它工作 摘东西 它们家就靠这个大象 而来生存 可是当做完以后 大象最喜欢什么 玩水 所以这个主人 是女生 就带它去玩水 它们就很开心 接下来请看第六个 胜过无数的生毛 善男子又如四大步骤 所有有四只脚的友情众生 像狮子 马 象 马 野牛 水牛 虎狼 猴鹿 一羊 跟财兔 如是的 所有四只脚的动物 全部加起来 我都可以算它身上的毛 那这毛当然是无量无边 善男子 若有人念六字大名舟的功德 是胜过于毛 四大步骤 所有动物身上毛的数量 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我也不能够数出它的数量 接下来请看这张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人很像 所以我就跟你说 奥运里面 有时候游泳第一名的 可能前辈子是 dolphin 海豚来投胎的 我终于找到证据 科学里面 然后一百公尺 跑第一名的 它前辈子是豹 所以在佛教的眼光里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并不像基督教 天主教讲说 动物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食物 那是他们解释 可是佛教不认同 当然他们也不认同 佛教的六道轮回思想 请看这两章 有没有很像 很像 对不对 这是在非洲的肯亚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他们真的长得一样 你不觉得他们两个一模一样吗 对不对 所以现在网六很流行 前世今生的你跟现代今生你 前世的高梦霸 跟这一世高梦霸 眼神是一样的 的确 所以他们是有情众生 在佛教里面是有情众生 再看 慈悲的本质是随时都可见的 是不是 你看 so cute so sweet 对不对 so sensitive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来 你会抱猫 你会抱老虎吗 很难 这就是你的分别 你看小朋友 他家的宠物会抱猫米 对不对 接下来你看 一切的众生也是你的家人吧 是不是 你看报纸的时候 他家的一只猫 蛮黏他 也不知道是猫 是公的母的 他放在那边 其实猫也根本看不懂 他就把一个杂志 折起来 就让他看吧 请写下来 大悲心的第一个实践 是一切的众生 为你的家人 真心的关心他 这是亲近的大悲心 所以 当然新加坡我不太清楚 台湾也会解决 佛教也会出面去解决 流浪狗跟流浪猫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复杂 师父这边不是动物讲座 我要讲的重点是 你真正有养宠物 乃至于你家里有 印度尼西亚 跟马来西亚的 这个非庸或外籍劳雍 你真正要把他 当你的家人 关心他 世界这么大 他会跟你生活在一起 一定有缘 对不对 世间呢 你看 不是学佛的人 西方的人 都可以这么慈悲 那么佛教一样讲 Universal compassion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 对不对 当然假如以阿罗汉果的角度来讲 他要是正阿罗汉果的话 那他就会知道 原来这只猫 是他过去的父母师长 亲朋好友 这是要有清静的慈悲心 再看 这是真实的 一个人呢 他生了残障人员 他养了一个牧羊犬 有一天他要出门 没有想到牧羊犬 他叫他 他站起来就推着他 你帮助众生 在你有困难的时候 众生也会帮助你 所以在中国古代道家 跟儒家的感应录里面来讲 天地之间是合而为一的 你救度众生 真正苦难的时候 众生动物 森林里面的动物 也是会来救你的 这才是慈悲的本质 假如你养个牧羊犬这样的话 那你就省一个印度尼西亚 非用的钱吧 没有开玩笑的 好 接下来更有趣 你教你的小孩教什么呢 Teach your children well 请看 左边是教他什么 手机不要按错 右边呢 你看 我们现在小朋友呢 动不动都打电动玩具 每天就Facebook Facebook Chat line Chat line 我们每天都在这样 对不对 对不起 你不要跟师父连这些 我不玩这些的 可是你看右边的呢 右边的一个小沙咪 他也在摸 他猫什么 不是摸iPod 也不是HTC 也不是摸三宋 是摸什么 树上掉下来一只受伤的麻雀啊 了解吗 这两个都很重要 因为你教你的小孩 对不对 手机不要按错 你才不会pay the visa card 所以你还是要教他 这是世间的父母 右边呢 对不对 是初世间的父母 教你慈悲 智慧 与愿力 接下来 假如你常常有慈悲的心 而羞耻 对不对 纵使三千大千世界 你觉得每天报纸打开来 都看到了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战争 文物百观跟文物百观的作秀 可是你对生命不会失去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感受到慈悲的光芒 我刚才讲 我所有的照片都不是合成 这是真正一个dolphin 海豚呢 跳出来在夕阳的时候 人家呢 good shot 把它拍下来的 我们心中常常忽略了很多心灵的价值 跟心灵的力量 我们常常左右朋友里面呢 就比的呢 都是比房子 比车子 比工作 所以我常常说 人比人 气死人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可是呢 叫你不要比是不可能 答案自己跟自己比 就会成为你修行的动力 想一想你去年听part six 到今年 这一年里面 你的界定会是不是增长了 你的慈悲心是不是扩大了 你对佛法的怨心是不是坚定了 你这一生 从早到晚 是不是真心的 帮助过你很多周遭的人 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的话 佛教的力量是很大很大的 了解吗 了解吗 这是师父真的心里要讲的话 你没有这些的话 你就会觉得慈悲只是喊口号 对不对 可是它是可以从你内心里的力量 而转换的 你看 你有困难的时候啊 众生也是会帮助你的 你不要小看这些力量 但是我们因为 现在的人都是数量化 而且都是价值化 所以呢 最后呢 它都是指比外在的东西 好 最后 再还有五分钟 我讲个故事 我们就回向 然后今天讲座就圆满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听我西藏的拉玛的朋友 讲给我听的 在法国巴黎 有一对男女 男的呢 很不幸 他投身在家呢 就充满了暴力 没有爸爸妈妈 从小就住在孤儿院里 所以他充满了暴力心 就是很强的暴力倾向 very violent 然后呢 对很多东西就分事技术 有一天 他在工作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呢 很细心 很甜美 没关系你现在不用看那个Dolphin 看师傅 我现在是要讲这个故事 我现在讲故事 是真实的在法国巴黎 然后这个女孩呢 出自一个贵族家 然后她是基督教天主教的这个家 所以她心很好 她有心灵信仰 她从小呢 就会向圣母玛利亚 跟耶稣基督祷告 所以她精神层面就很好 那因为工作的关系 她喜欢上了她 因为这男的呢 长得很cool attractive 这个女生呢 一看到她 这个呢 女人呢 看到男人也头昏昏 男人看到女人也就头昏昏了 就为了她 就爱上了她 那为了爱她呢 你知道 爱这种问题啊 是很麻烦的 爱当中呢 有时候贪有 贪心 跟占有 甚至控制 所以呢 她很想去感化这个男生 因为她对很多事件呢 都充满了 negative thinking 就是负面思考 那女朋友呢 就是告诉她 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人 这个世界上还有光明的业 她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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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相信 她说不 我这么真心 对你这么好啊 那不就代表光明的证明吗 结果这个男生很狡猾 他说 那你证明给我看哦 爱 常常会跟牺牲 跟奉献连在一起 对不对 你爱一个人 你就会为他奉献 甚至呢 你可能爱一个人 为他生命都会付出 sacrify 对不对 师父虽然是和尚 我讲得很动人 对不对 对呀 生命就是这样 你可以去观察 知道吗 结果呢 他就说 你证明给我看 那这个男生呢 因为他想离开法国巴黎 因为法国巴黎生活并不很好 他想到其他国家 比如像到英国 或者其他国家 沿走高飞 想要immigrated 就是移民 这时候他就对女生说 好 你如果真正爱我 那你就证明给我看 我们两个一起赚钱 我们呢 存够钱 我们就到其他国家去移民吧 结果后来这桩事情呢 那女方呢 不幸被他爸爸妈妈发现 他爸爸妈妈非常的反对 你怎么会爱上一个这么假的男生呢 而且还不一定呢 我为了他 我所有的生命都奉献 结果他就离家出走了 他家虽然很有富有 可是呢 从此他爸爸妈妈呢 也把女儿的关系斩断 也不帮助他 最后呢 他为了要得到这男人的爱跟支持 他竟然在法国巴黎 作为妓女了 就出卖自己的身体去赚钱 就像各位在外面看到的给浪一样 有很多云云的众生 不管自愿或被迫的 就是呢 做了这些行业 结果他做了一年 两年 三年 有一天 他终于把两个人的钱都赚到了 他们还是男女朋友 最后他去见他男生 去敲他的门 结果男的呢 拿了钱 却当场呢 打了他一巴掌 他说我不爱你了 他说为什么 他说我没办法继续爱你 这么肮脏的身体啊 他顶了他一句话 你觉得我的心的肮脏呢 还是身体肮脏呢 我为了你 可以奉献出所有的一切 可是这时候你钱拿到了 最后呢 他却远走高飞了 最后这个女生自杀了 好 故事讲完了 体会到什么 注意听 贪爱跟慈悲是不一样的 各位可以写下来 贪爱当中带有占有 自私跟烦恼 其实是很自私的 我们凡夫你觉得会苦 是因为你爱的只是一个点 我爱你 你爱我 可是现在的社会会变 他的心会变 你的会也变 你不觉得吗 当然在座也有很多是 佛化家庭 师父是很赞叹你们 因为你们是有善根 一起学佛的 可是你会觉得 爱之前啊 很苦 为什么 爱之前呢 你随受了很多很多的拒绝 想尽办法呢 你想跟他约会 然后吃得好 穿得好 你都要把他最好的部分 表现出来 爱的中间也很痛苦 真正的结了婚了呢 巨多礼少 现在很多人为了工作 也要到马来西亚 也到印度尼西亚去工作 甚至要到澳洲去工作 甚至飞到中国去工作 虽然你每名为夫妻一家人 可是你聚在一起啊 就像living in the hotel一样 是temporary啊 是不是呢 其实心是很苦的 你一直在牵挂对方 对不对 结束呢 等到有一天你的伴侣 不管男的跟女的走的时候呢 你却完全放不下他呀 为什么 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时间 可是你内心 还一直对他起电啊 对不对 所以爱之前很苦 爱的过程也很苦 爱的结束也很苦 答案是什么 因为你爱 只是很自私 占有跟执着在一个外境 看这里 就执着一个点 佛教没有否定 但佛教告诉你 这就是轮回的根本 转动吧 不要爱一个人 以爱你的家人 去爱一切的众生 这时候 你慈悲清净的力量 就会升起 有时候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一遍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 对不对 是不是 我们常常忽略了 对不对 一切的众生 都有佛性 难道你不爱这个 Camel吗 肯亚的人 他为他工作 在沙漠里工作 他真的爱他如家人 我们常常忽略了 慈悲的本质 也就是说 现在把你爱 一个人的一个点 把它转化 扩大跟提升 这就是慈悲的力量 真正的大悲观音法 并没有要你去斩断 因为你斩断的话 你就变成入灭了 你也不会升起慈悲 所以写下来 苦是你的老师 但是苦 也会让你 升起大悲心 所以我们来人间 苦 是你过去的 业余烦恼 但是不要害怕 不要去躲避 为什么 因为苦 你反而会在人间 行菩萨道 做慈善事业 你反而会升起 帮助别人的功德 苦成为你 发起大悲愿力的 这个助缘 所以最重要 你心中要有这个决心 这个才是 大悲观音法门 帮助的一个重点 好 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 请合掌 然后呢 我们念四句记 一起念 我得上我念一遍就好 我此补贤书圣行 无边圣服皆回下 补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 我知道有些人会念 有人不会念 没关系 我们就念这个 然后今天 讲经就到这里圆满 然后回家 开始 今天晚上 我们明天早上 当你打开眼睛的时候 对你周遭一切的人事物 请你展现你慈悲的力量 好吗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请合掌 一起念 我此补贤书圣行 无边圣服皆回下 补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好 谢谢 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